沒有溝不到 只有未溝到 一個為了解決戀愛而難 雜症而生的節目 Dating Apps 阿錦 公子儀 每週精選 愛情難題 今次這件事很精彩 主題是甚麼呢 她說平時女同事的聲音都是這樣 故事是說女事處平時會看男朋友的手機 我想很多女生都會 然後她在看這個WhatsApp的時候 她就回到一個男朋友和女同事在聊天的 聊天室進去 然後她就去看她和女生在聊甚麼 正常聊一聊她都覺得沒有甚麼都OK 但當她聽到錄音的時候 她一播那個女生的聲音 她就發生了 為何這個女生的聲音會這麼噁心呢 然後她又跟男朋友對質 她就說你的女同事的聲音好像不簡單 然後男生都直接說 沒有她平時的聲音都是這麼噁心的 然後女生就從那天開始深深懷疑 覺得這個女同事一定有警告 一定不只是想普通聊天那麼簡單 大家怎樣看這件事呢 首先我覺得要問一下身為女士的阿Mai 因為她剛才一邊聽阿葉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就好像很有想法一樣 即她這樣 即究竟你的角度覺得 剛才我記得這個位置 就是你聽到女生會聽 或者看對方的手機的時候做的 那阿Mai為何你會有這個舉動呢 因為應該說我年輕的時候 就真的會檢查電話 你都不是很老的 你是不是在玩東西呢 說了18、22的時候那些拍拖 是真的會檢查電話的 然後到現在呢 其實我是不會的 但是我會認同 檢查得都是因為真的有問題才會檢查的 即是覺得你最近怪怪的 我才會覺得要檢查你的電話 而這一個 她說她男朋友的女同事有錄音給她 我覺得如果是 即不是上班的時間 放工時間 錄音給一個同事 我也覺得有一點奇怪的 所以不管她的聲音是不是 我不是說公事 而錄音給你 你今天吃什麼飯 這些其實都很奇怪的 但我這個位置有一個懷疑 即是為何錄音就不行呢 即是如果這樣打字就可以了 因為錄音是想讓你聽一下 我的聲音有多溫柔 我覺得如果剛才大家 是純粹聽著Podcast的朋友 其實是沒事的 因為我認識了阿嬤很久 所以我才有那個反應 其實是很聽的 我要澄清 雖然我剛才有了一夜 但我覺得是很聽的 所以我想問 女士角度就是 無論怎樣都好 如果一個 你已經跟另一半拍拖 你剛好無論什麼情況 即是真的聽到對方的Whatsapp 或者所有的通訊言言 另一個女生去錄音的時候 你們都會立即覺得有些問題 是不是呢 即是除了公視之外 是除了公視之外 而且見到是頻繁的話 其實都真的 沒有沒有十成都九成八的了 無緣無故錄音給別人 即錄一兩條 都可能接受到 但我想問 我想問 譬如 如果她真的在公視上 都會錄音的 即是真的公視 但她的聲音很低的 即是很台灣女生 那些 你好嗎 我好好喔 你今天去哪裏 那種的時候 是不是都不行呢 即即是公視 即是說 今天我們的老闆叫我們 怎麼怎麼樣 你覺得呢 如果這樣的話 你行不行 如果公視了 真的是公視 我們應該會很容易聽出 那個女生是否假裝 但你們男生 是否聽不出 那個女生是否假裝 我講我的角度 我是真心覺得 大部分女生 這個聲音是否 她一定是平時的聲音 就是這樣 即是我不覺得她 特意要向我看 即是我不明白 她為什麼需要 這麼有機心做這件事 你女生很呼吻 如果我以前 即是真心 我在未結婚之前 我都會覺得是 即是我覺得這件事 是很人之上情的 但當我太太 經常都跟我說的時候 我就覺得 原來她們可能 在女生所謂的 Six Sense 或者第六感 或者那些女性的直覺 是會有這件事的 而她們有時候聽的時候 是會 即使是一個嗲的聲音 都可能是有分層次 而我們男生是聽不出的 你可不可以示範一下 我不太明白 你說我嗎 不,我叫媽媽 要叫我示範 舉個例子 你當那個人真的是同事 你只是想錄音 不想打字 因為音很長 還有你真的想假裝嗲 但又不讓她覺得嗲 有什麼分別 你可以示範一下 我拍照 我錄給阿葉了 阿葉說明天老實說要拍些什麼 還有記得買咖啡給她 沒事了,拜拜 這樣吧 好 那如果我對那個人有興趣的話 其實明天那份東西 其實我做都OK的 不過你可不可以做些幫我買咖啡 謝謝 嘩,真的很遠啊 大哥 我都聽得出來 這個已經是普通有好感的 如果真的去到flirting的話 這個已經是有一點點的情況 就是她未去到很誇張 但是她有一點的心思 是啦,觀察中 但如果我對阿葉是完祖榮 我就真的為了聽阿哥的影響 謝謝你 難怪你譬如你傳到錄音 都是這個聲音 都很難聽 都是這麼低音 我心想你是不是很舒服呢 我想問,如果阿葉是你的另一半 突然之間說到這個問題 首先有兩個情況 就是看你的訊息 而聽到你的電話 你會怎樣跟 譬如阿馬現在就是那個女孩子 就是那個女事主 你會怎樣跟她說這件事 我想問,令到她的心舒服些 要拒絕我嗎 不是,你是女朋友 即是你是我女朋友 你就發起了這個小小的戰爭 或者磨擦 即是你覺得 喂,有個女孩子這麼瘋 她一定是有小小問題的 阿葉,好啦 那你身為阿邁的男朋友 你會怎樣去安撫她呢? 她呢? 我覺得呢 首先,真的要看我有多愛你 哈哈哈哈 你的處女座真的很麻煩 不是,因為 我認真的 即是,我會覺得 就算我平時拍拖都是這樣 即是,我覺得我做任何這些事 我都是光明靜大 我是不介意給你 覺得我是跟一個女生在聊天 但是呢 如果我真的很愛你 我真的很不想這件關係 完結 我會很願意跟她說 那我真的可以跟女同事 過了某個小時 我就不聊天 即是,我就復機 即是,只是幫忙事 即是,如果她呼六驚 我會復得很難答 即是,我直接很坦誠地說這件事 那當然大前提是 即是,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女朋友 好愛我 阿 meinem你誤會了 她說,當然前提 很不信任對方 而且會有很多討論出現 我覺得有什麼可以三個六個說 其實如果真的 另一半在他生氣的時候 我們要搞清楚 究竟他真的要什麼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一對情侶之間 無論是遇上感情問題 或者遇上其他爭拗的時候 其實他未必是真的要一個答案 或者要你的解釋 而是他要那個所謂的安全感 和那份愛 我想這件事是女生們最重要的 學到東西